这一整套的计谋都是想好的 直批根本是预谋犯罪 网红成衣日前在住家外遭陌生人殴打 事隔两天七号上馆长直播 质疑背后根本有组织犯罪 就这时候又突然冲出了另外一个他的同伙 那人自称是他的朋友 然后就开始阻挠他 那那个朋友其实就是同伙 那朋友说是他开车载这个人来 虽然在动手嫌犯来的男子 自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但警方进一步追查 发现嫌犯年纪轻轻 招网却相当复杂 怀疑有爆派背景 警方调院案发前的监视器 发现除了黄姓嫌犯 还有两名男子在幕后疑似策划接应 初步研判这两人的角色分工 和陈怡伤害案有关 七号已经将当时企图劝架的周姓男子 具体盗案 讯后也依照伤害罪嫌将周姓男子送办 现在这个预谋犯案是非常可怕 他们有车手 有下手的人 而且我个人怀疑 可能还有一个人是在旁边拍的 因为他要 要拍给人家看 真旗案件到底有没有黑帮进入 招案小组也将持续 追查 离心背后是不是有藏镜人 还没曝光 大贼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善近美 静好新闻